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市 有一个世界上著名的技术总部 该公司试图以低调的方式融入到世界 但实力并不允许它这样做 对于全球的极客来说 这里就犹如他们心中的卖家 它就是谷歌公司的总部 Google Plus 虽然从外表看上去 这种园区好像隐藏于茂密的树林之中 但是对于谷歌的员工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按摩室 御家室 游泳池 高尔夫球场等等 所有的娱乐项目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这找不到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偷群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 本期视频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眼镜公司 谷歌的总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讲到牌面 谷歌总部大楼可是一点也不逊色 这家高科技公司 拥有超过33公顷的占地面积 作为对比 北京国家体育馆的面积才20.4公顷 建造谷歌总部的总成本约30亿美元 这家车人民币大概就是196亿元 竟然比中国的某些政府大楼 造价还要高 简直是不可思议 提到谷歌 你肯定会想到安卓 这里就是安卓操作系统诞生的地方 园内还有一个安卓花园 在这里 你能找到每个版本的安卓雕像 大楼上还有一个 伸出半个身子的安卓机器人 当太阳落山时 机器人的眼睛还会闪着红光 更吸引人注意的是 一个著名的恐龙骨架雕像 这个是当时谷歌的创始人 谢盖布林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目的是提醒员工要保持创造力 避免让公司成为过去的化石 谈到搜索引擎与科技 谷歌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之一 在这个园区内部 你可以轻松的发现 它既像一个科技游乐园 也是一个巨大的营销市场 从自动出货机到自行车 再到垃圾桶 你会发现 谷歌logo的标志无处不在 说到在这里工作 你肯定想知道员工们的惊人福利 在谷歌同步 并有超过两万三千名员工 在园区里配有健身房 游泳池 高尔夫球场 按摩室 瑜伽室等等 此外还可以提供免费理发 洗衣和医疗服务 甚至谷歌曾经包下了 整个迪士尼园区 供所有员工玩耍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 园区里还为员工提供 每天三顿的美食 而且都是完全免费的 据报道 每天有200多种不同的食谱 在园区里制作 许多食材都是从谷歌 自己的种植原理获得 尽管在谷歌的公司里工作 有时可能会很忙 但午睡从来不会缺席 比如你可以躺在这个 带有谷歌logo的瞌睡舱里睡觉 如果你想放松一下 还可以到外面的大型公园 里面有网球场 足球场 背盘和高尔夫 还有两个小型游泳池 你担心自己不会游泳吗 不要怕 因为这里随时会有一名救生员 准备待命 话说这样的环境 让谷歌总部看起来 好像不太像是一个 充满烦恼的工作地 尽管官方尚未公布 在这些方面的花费 但据估计 每年谷歌在员工生活 和娱乐上的花费 可能多达7000万美元 在园区内部 有很多兴能源电动汽车 和自动驾驶汽车 他们无处不在 充电站也是如此 充电站由太阳能供电 而且这里停车场上的车棚 都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做的 如果员工不愿开车上班 你还可以在园区内的任何地方 找到一辆彩色自行车 或者你还可以乘坐免费巴士 不管怎么说 只要有利于员工们的方便 谷歌在这一点上 可是一点也不吝啬 随着对人才需求的越多 谷歌在2016年 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 计划建造一个充满标志性 而且更大的新总部 这个图片就展示了 它未来的样子 看上去是不是科技感十足 新总部交现在的总部 将扩大23万平方米 将额外容纳上万名员工 据了解 这栋建筑将采用模画画设计 其内部的墙壁竟然可以移动 可以改变房间的大小和形状 谷歌对于新总部的构想相当简单 就是希望这栋建筑能够像APP一样 需要时就能得到即时更新 改变 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过 你可以说谷歌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总部大楼 但它绝对不是最昂贵的 苹果价值50亿美元的飞船总部 可是比它造价还要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前关于苹果新总部的那个视频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你想不想在这样充满高科技 和舒适感爆棚的总部大楼里工作呢 本期的总部大楼里工作